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的一个相当刺激的新闻 事源在澳洲最近发现了一件可能很大事的事情 就是他们围失了一个很小型的放射性的元素 初初不知道去了哪里 一说起的时候就想起来 为什么呢? 谁撿到其实谁会撒嬉 是 那颗是很小颗的 只颗波子不小 但是如果谁贪得意 别说他撿到 不小心靠近那颗波子 都是这样一世的 就是那个放射性射线源 围失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可以到处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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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量很大 结果找了多少人 找到呢? 是 找到 我想先搞清楚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澳洲大家知道它有那个礦场的 也很有国际知名的 但是澳洲一路很坚持一件事 其实他们不做核电的 但是这次为什么会这么黑暗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那很有趣的 为什么去挖矿的人 需要用到这些放射性元素呢? 这粒放射性元素里面含有一个叫Cision 色137元素 这种元素基本上你由那种有的核烈变 反应是可以产生到的 色137这东西都是高度放射性的 它的半需期相对比较短 但是它的放射能力很强的 它主要就会产生大量的高能量的电子 就是那些β的衰变 于是就是它的穿透力有很长的 基本上你个人 你穿着衣服都很容易射穿了你的身体 进了你的身体里面 影响你的身体里面 当然最怕就是影响到DNA 尤其是尤其是複射量很强的时候 我那个人看不到 我真的不记得它的参数是怎样的 有些人说你走近十多米 然后站一阵 基本上那个複射量已经等于你 成几年的複射量 所以那个複射量是很危险很高的 台长现在展示出来就是说 那块本身6毫米乘8毫米 你发觉真的是 小过澳洲的硬币 是的 已经小过了波子了 就是一粒这样的东西 好了 澳洲它这件事 当然这粒这样的东西不是用在核电那里 也不是核电出来的副产品 但是在它们那种挖矿的过程里面 原来很多时候是需要用到这种放射性元素 来帮我们挖矿挖得那么好 很简单的这么说就是说 譬如我挖到那个矿洞里面 尤其是起码就是铁矿 如果你挖那个铁矿 你能够去将 就是放一个这样的放射性元素 在现场里来去做一个策略 你就比较容易掌握到哪些位置 出来的那个矿的含量是高一点 和出来的矿的质量是好还是不好 就很容易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放射性元素 做一个分析就帮你去计算了出来 也都因为它处理的是一些 很比较大旧的矿物 就是未必是中到很碎的 就是你起码都想想 几个拳头那么大成几个人头那么大 那些不同的矿藏 你想在一个比较大的样本 大大小小小的不同的样本上看到 里面那种你想要的矿物的浓度 的纯度有多高呢 那你需要用一个比较强力的放射性元 去做体的 那你说详细那样东西是怎么去计算呢 就是这样出来透过什么原理呢 那我只能很粗浅地就是说 你将它射一些的beta射线下去 然后看一下它周围散射是多少 周围量到出来它被散射的pattern是多少 那你大约就对于它里面那个微分子结构 有一个比较粗糙的认识 如果你的射线比较强的时候 你就更加容易累积到一个明显的讯号 来告诉你这个矿藏好不好 所以拖矿这些矿验 原来是会用到这些东西的 当然用起上来的时候就十二生肖回避了 大家不要走近那个放射才完 那用完的话 量完的话就拿走它 运走它 那很差不差运走的时候就跌了 是的 玩了几天大家非常之害怕 究竟怎么找呢 这个都烦的 如果它在一个山洞里面不见了 那你要怎么进去找呢 就是如果完全是一个开阔的环境那里 那你派一些无人驾驶的东西去scan一下 如果是一个比较迂缘曲折的一些位置 我们怎么找得出来呢 会不会直接吹在山谷里面我们不知道呢 但是现在好像就比较好彩 就是说基本上就在大路上面找得回 如果是说你可以想像找一个过程就很简单了 就需要当然找一些好车 我想都需要找一些人来去驾车的了 都不一定是无人驾驶的了 始终可能你这么赶紧就是找 你去尝试找一个人驾着车 上面基本上就摆着一个探测器 那那些探测器就很好的原理 很基本就好像我们中航的那些 幅射探测器那些GM-tube 介绎Muller-tube 来去测试周围的幅射有多强 基本上你走着车周围去四方八面 走着你发觉的幅射强度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已经大约知道 你已经在靠近那个放射线源了 就是没用很近 就是没用去很影响司机健康的时候 你已经大约知道 很稳定上升了 越近越上升 越上升的地步 司机的身体还是接受到的 那我们就大约能确认到 距离会有多远 而且如果它的强度是拿露了出来 没东西被盖住的时候 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由我们现时 量度的强度来估计它的射线源有多远 所以最后我们幸好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 它发射出来的射线 我们比较容易地去探测得到 就是如果你只是去离开了一条路 远多几十米左右的地方 可能你已经是要找掩懒很多 最后可能都在运输过程那里跌了出来 就是很慶幸地找得回 纯粹在这里的知识就是说 怎样去找这些东西呢? 还有原来我们的开矿的行业 往往都会用到这些放射性元素 是呀 那个物理学的原理就很简单 我想中学生都明白了 但是幸好的地方就是澳洲 尤其是西澳洲是一个很隐烟稀缩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个香港 纽约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 首先如果你在香港运送一粒这样的蛇线缘 你首先都要半夜三更来运 就是我不清楚香港运最强的放射性蛇线缘 是运哪一种呢? 就是我起码知道就是 大学的实验室它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元的运输 另外就是香港医院 尤其是要做放射治疗 癌症治疗那些 或者去做素描那些 那它都有一些可能需要用到一些 强一点的放射性元素 那我记得基本上那些东西 都是放在一个大交筒 找一堆圆来掩住它 然后直接就放在卡板车那里 然后找个人去推 就是小弟都试过去推这些这样的东西 接着最搞笑的是 当我推到路口 来远有个俄罗斯类的同事 一看到我推完就这样的东西 立刻想着自己的下体走了去 就是它想着就没用了 基本上那些穿透力很高的 就是这幅射 那它记得这个刺烈諾貝尔那个事件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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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说要香港最强运输的方式是星射 我应该要问有没有那些专家 曾经去处理过这些试制 但是如果你说近近的 在香港附近的核电厂 那它一定是有牵涉到一个 很厉害的放射性射线源 就是一些放射性燃料棒的运输 那这个就更加疯了 就是其实我现在那粒东西 我估计它放的时候已经去 我不清楚它是整粒裸露了出来 跌了出来 还是都已经在一个容器里面 那我具体都不清楚 你们就应该要在一个容器里面的 它不会就这样整粒就这样 放在一个月光宝盒里 就这样放在一架车上 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 一定是非常重型地 有一些很重的圆去包住整个东西 这样去均匀才是符合安全标准 所以它可能跌了出来 不只是小小粒的东西 是一整个一箱这样的东西 它跌下来 而那箱的东西很重 里面就是包住这粒这样的放射性元素在里面 是啊 所以这间公司现在都要道歉 但是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不过这个超越了科学新知的范畴上 我们就留在其他的节目再说 那我最后想搞先讲一件事 其实这个放射性物体保安的问题 国际上有没有一套标准? 有 标准 起码就是说它需要有特定认识的专家 去负责去护送 这个此其一 另外就是有些的放射性社先元 容许让你离开本身的使用场地 现在尤其是去到这些这样的矿 你又无可避免要把它运来运去 所以它运输是有一个的标准 然后就万一出了不同种类意外的时候 就是那个处理的protein 要是有人是很熟的这样的 然后呢 还要是定期去做一些检测 来测试它就没有一些无缘无故 不知道怎样的泄漏 就是会不会有人来去盗保呢? 不刻意担走了它呢? 它烂了然后有些碎片不知道跌了去哪里呢? 那这件事就令到我们会看到 有没有一些可以观察上突如其来的那种 放射性的变化 不合理的变化 我们去去... 其实都是有一套很标准的程序 去查住它那个放射性 是不是符合我们那个范围 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 另外就是根据它的强度来说 你要给几重的装甲来困住它 这个是需要经过运算的一个标准在背后的 OK 好了 那我们有点时间讲讲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个太空方面 天文学方面 我们是不是这些影像 有更加清晰的图片呢? 这里就要求台长找回有一篇 有一单新闻它就说 我们现在在其中有一个星系 我们能够拍到 就是现在星系是说 人旁边的那个太阳系 那个太阳系 我们都以百光年去计算那么远的 来我们的太阳 最近的另外一个太阳 就来我们四光年那么远 有些远一点的上到一百光年 而我们找到其中有一个 就是距离大约我们一百光年左右的 另外一个太阳系 上面都有行星围绕着去转 而最精彩的就是说 它那个另外的太阳系 它那个摆的方向呢 就巧巧就像我们在它头壳顶上看上去 所以我们就可以追踪它上面的活动 就看看这个太阳本身周围的东西 如何围着它去转 你想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地球上面 看看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围着太阳转 我们不是看到它整个圆形或者椭圆形轨跡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跳到太阳的头顶 那里俯视整个形状下来 但是对于隔离别人的那一百光年以外 太阳系我们是看得到的 我们就经历了 因为我觉得很欣赏这种努力 是持续12年的观测 将这12年来看到的变化 将它综合在一个四秒的影像里面 这条片本身我觉得几秒钟 如果台长你待会找得到 就很值得去展示出来的 就是它怎样看到那个太阳系 或者台长你搜寻我 它叫做Incredible footage show planet circling a star light years away 你继续说 我继续搜寻 是的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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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那个这样的影片 那只有四秒而已 这里就一路台长一路一路看看 那其实就简单的介绍 就是你好像头壳顶那样看下的那个星体 一般来说我们要看到其他太阳系上面那些的行星 我们不可以直接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要透过它横过那个星本身的时候 令到那个本身的太阳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是看它那种日蚀的状况 一个很微弱的日蚀效应 如果有粒粒粒的东西在光体前面走过去 令到光体发出来的光暗了一点点 那我们就知道前面有东西走过了 那这个就很需要就是说 我们的观察是要和这几样东西全部成直线 我们才看到这个效应 但是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太阳系 我们基本上是好像由它头颗底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看到它的星怎么横过去那个本身的太阳 我们直接看到它周围固住那个轨道 那现在台长播的那条片 你发觉就是只有几秒的人 但是你的而且看到外面大概有三四粒东西就围着它移动 那三四粒东西你看到好像不是很移动 是有移动的 你会看到它移动的 而且越是里面那一粒就移动越快 越是外面那一粒移动越慢 就好像我们的太阳系那些 就是围绕着它的太阳走一圈的了 远一点外面那一粒就大概200多年围一个圈 其实我们的冥王星围绕着太阳转就是200多年 但是它还有一个最外围的那一粒 在画面比较顶头那一粒 是用400多年围绕着它的太阳转一个圈 而且我们就看到它那几个光点 就看到它是那种间接反射出来的光 这个我就会说了 我们首次真的直接看到别人的那个行星 因为它这个系统算比较近 而且那个摆的方式也够漂亮 我们就真的可以追踪到 它们的那个运转是怎样的 花了12年的时间 但是看到它在轨道上面只是弱了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能力确认到 它整个运转的周期应该要是多少 这样 而且中间你看到为什么会黑了一袋呢 它是刻意地遮住了中间的光 令到周围的那个光的讯号更加明显 就是中间是做了一些影像处理 将一些中间的太阳那些很强的光 尽量减走了它 然后就将得到旁边的残余讯号 令到我们看得到 就是这个就好比于 如果人家另外一个外星文明 看回我们 它有能力看回我们这几个星 怎样围绕着太阳 这样的图像 我会说这几秒的事情 就是画面四秒钟 台下就十二连功 非常了不起 就是一个这样的段片 其实是看一看的 背后那一套东西不外乎牛敦力量 但是那个分析数据 它和那个精密的程度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起的 好 这一节我们就结束 我们下一次就回来了 会员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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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